生肖蛇,婚姻挫折的三大原因,生肖蛇,为什么婚姻总是不顺?这篇文章里为大家揭秘一下原因。现在已婚的生肖蛇,主要为1989年蛇,1977年蛇的朋友,占据最大宗。据资料统计生肖蛇的朋友婚姻不顺的比率相当的高,先说1989年的蛇。 一,从夫妻双方生肖看,命理婚配骨髓诀,蛇见虎来如刀错,二蛇相争长争吵,蛇狗夫妻不宜心,蛇属夫妻为蛇妇蛇宠来劳一生。 从口诀上,大家可以知道,生肖蛇,如果配有鼠相为虎,蛇,狗,鼠,诸这五个生肖,其婚姻将不为上等婚,多数婚姻不顺有挫折,命理四柱有吉神相互除外。 二,从夫妻双方年命上看,八十九年蛇,那因为大林牧命,六世花甲那阴绝有,牧命大林即金刀,牧命金命不相配,分道东西投不回,结合一处不长久,老来对面不相会。 口诀为大林牧难命参照,配偶女金命的生年已总结如下,1984年生肖蜀为金命女。 三,从本人月份来看,八十九年蛇,年柱为己四,四柱命理学上,月柱为婚姻公,日之位配偶神,如果月柱,也就是本人出生的月份,被伤,那此人的婚姻公及被伤,也是婚姻不顺的一大表现。 伤,主要表现即被行和冲,银四身三行,四行银和身,虽四身和,但行刻占七分,和只有三分。 故行伤所致婚姻不顺,四重害。 月份上,正月为银月,七月为深月,十月为亥月阴历,所以,以上三个月份出生的八十九年生肖蜀。 婚姻公有伤,婚姻将不顺。 生活中,除了那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外,大部分的人都需要通过努力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。 然而,有时努力了,也不一定能梦想成真,这是为什么呢? 因为,无论是财富也好,还是事业也罢,都跟命与孕有关。 鼠蛇的最佳配偶,一配,鼠猴,鼠鸟,鼠鸡。 大吉祥,此中属相像配位俘虏鸳鸳鸯,智勇双全,公业垂成,足利宝地,名利双收,一生幸福。 既配,鼠猪,鼠虎,家境虽无大的困苦和失败,但夫妻离心离德,子妻缺少,灾恶百端,完景不祥。 解释,四蛇与申猴鹿合,因此最宜找个鼠猴的对象,此乃上上等昏配。 其次是与有姬丑牛三合,故也已找个鼠鸡或鼠牛的,此乃上等昏配。 四蛇与害猪相冲,因此最计找鼠猪的,此乃下下等昏配。 四蛇与鹰虎相冲,此乃下等昏配,有时也蒋银,四身三行,故三口人不宜构成蛇、虎、猴的格局。 鼠蛇的鼠相昏配表,男鼠蛇昏配女鼠鼠,不太美满,双方在恋爱时很少进行理性思考,只凭借感性很难找到理想的婚姻。 男鼠蛇昏配女鼠牛,美满的婚姻,男方甘愿听从女方的差遣,接受的大女人。 男鼠蛇昏配女鼠虎,会有不太融洽的生活,双方的见解和兴趣有不少分歧。 男鼠蛇昏配女鼠兔,会每天私缠在一起,如果女方能用家庭的幸福来约束男方,效果会更好。 男鼠蛇昏配女鼠龙,可结为连理,但最好不要每天在一起,否则男方会产生厌倦。 男鼠蛇昏配女鼠蛇,如果双方能够互敬互爱的话,可以生活在一起。 男鼠蛇昏配女鼠羊,良缘嫁偶。 女方丰富的幻想力,能够把男方深深吸引住。 男鼠蛇昏配女鼠猴,不是很好,恋爱时双方就相互计算,吵吵闹闹闹地走过来,真是冤家才巨头。 男鼠蛇昏配女鼠鸡,天生一对,女方的诚实是两人能和睦相处。 男鼠蛇昏配女鼠狗,如果男方能征服女方,女方会把一切都交给你,婚姻将十分和谐。 男鼠蛇昏配女鼠猪,虽不是十分美妙的一对,但善良的女方却能感动花心的男方。 女鼠蛇的鼠相昏配表,女鼠蛇昏配男鼠鼠,可以生活在一起,但双方要对对方负责,不应在外面横生之解。 女鼠蛇昏配男鼠牛,只要女方能够忍耐和迁就男方,还是可以生活在一起的。 女鼠蛇昏配男鼠虎,可能双方不能互相谅解,容易发生冲突。 女鼠蛇昏配男鼠兔,可以结合,只有双方思想成熟,爱情才会更加甜蜜。 女鼠蛇昏配男鼠龙,很美满地结合。 女鼠蛇昏配男鼠马,幸福的一对。 女方会使家庭变得温暖而融洽。 女鼠蛇昏配男鼠羊,男方如果悉心管束女方,就会有个温馨的小家庭。 女鼠蛇昏配男鼠猴,可在一起,但前提是没有目的性的真心。 女鼠蛇昏配男鼠鸡,如男方愿意收心,就会结成美满的姻缘。 女鼠蛇昏配男鼠狗,可以幸福地相处。 女鼠蛇昏配男鼠猪,一切会美满幸福,但男方应尽量不要在外寻花问柳,而女方也要改掉自己的坏脾气。 老师在这里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生萧蛇的朋友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智能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,命和运都是天生的,谁也无法改变。 至于积德行善,则是我们可以去做的。 反正,我们需要接受不可改变的,而改变可以改变的。 这所谓的七项到底是什么呢? 它可以被改变吗? 项就是一个人的项貌,一部分是天生的,一部分受到内心的影响。 所谓相随心生便是如此。 一个人的相貌,会随着内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。 长得好不好看是一回事,有没有由内而外的气质,又是另外一回事。 有些人外表不错,可内在不行,算是相貌糟糕,前途坎坷。 有些人外表一般,而心境特别好,算是相貌不错,前途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人,这辈子能够走到哪一步都跟你的心有关,而你的心又体现在五官上。 有哲学家说过,眼睛是上帝留给世人发现外部世界的窗户。 你可以通过眼睛去观察不同的人与世,发现生活中的美与丑,善与恶。 眼睛所看到的,就是你的内心所能感受到的。 当然,别人也能通过你的眼睛,看透你的内心,摸透你的性格,从而拿捏你,让你听他们的话。 这,也是眼睛对于人们的影响。 那么一切矛盾的制造者就是嘴巴。 古语有言,并从口入,或从口出。 嘴巴乱吃东西,病菌就会进入到身体里面。 嘴巴总是喜欢乱说话,就容易得罪别人,到处树敌,惹来不必要的祸端。 生活中的大部分问题,都是嘴巴造成的。 特别是在人情社会当中,只要人们说错了一句话,就很有可能被人针对,遭人排挤。 修炼嘴巴,才是保命的真相。 一般来说,我们要有这三点说话的原则。 第一,该说的话,要简单概括。 不该说的话,一句都不能说。 该我们发言的时候,我们只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就行了。 至于别的话,就不要说太多了。 第二,得罪人,且跟人争论的话,尽量不要讲。 年轻气盛,就喜欢跟别人争论,一较高下。 后来才明白,争论太多,就只会得罪人,还不如让他三尺又何妨。 第三,如果不懂得说话,那就选择沉默示尽。 越是接触江湖,越是明白沉默的重要性。 厉害的人都特别低调,也不说任何的话,反而喜欢闷声发财,扮猪吃虎。 容易受到迷惑的感官,耳朵。 人们都在说话,谈论不同的话题,就会产生声音。 而我们的耳朵,就是一切声音的接收者,杂音什么的,我们都能听到。 这些声音,未必都是真实的。 有部分的声音,那是虚假的。 也就是说,有些人为了迷惑别人,就会说谎,或者说一大堆迷人心智的话。 比如小人,在你有钱的时候,就会来到你的身边,满嘴巴天烟蜜雨,满嘴巴阿鱼奉承,目的就是抱你的大腿,想在你的身上捞钱。 身为局外人,我们可以分辨出谁是君子,谁是小人。 而在绝大多数的时候,其实我们都是局内人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 对此,我们要保持两个原则。 第一个原则,越是甜言蜜语,越是阿鱼奉承的话,越不要听。 可以肯定的是,好话都是骗人的,也是骇人的。 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,良药苦口利于病便是如此。 第二个原则,越是刻意的话,越要反着听。 世人太过于虚伪,说的话也不够真实。 这个时候,我们就需要反着来。 别人越喜欢说什么,我们越要有逆向的思维来理解。 生肖蛇的朋友对于人生,是积极影响,还是消极影响, 就要看我们的智慧了。 以上生肖十二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才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